一步步走出机舱 法国总统马克宏抵达北京 他将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 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以最高规格排场接待马克宏 而本次出访还有空中巴士制造商 法国电力公司以及多家精品集团高层 大约60名法国商界领袖随行 而马克宏也预计六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这也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 而不光是马克宏与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访问中国 沙鲁地阿拉伯似乎也正在向北京扣拢 有外媒披露沙国王淳穆罕默德向身边的人透露 他已不想再讨好美国 日前沙鲁地阿拉伯以及其他主要产油国突然宣布 将从5月起每天减产115万桶原油 这让许多人担心可能会造成全球油价飙涨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不认为石油减产会有多大冲击 在华尔街日报点出沙鲁地阿拉伯作为世界石油大国 也是中东地区的关键角色 却不顾美国关切坚持减产石油 这不知凸显美沙关系陷入僵局 也可能对其他地区造成连锁反应 我们祝贺沙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 几天前沙国更以对话伙伴之资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显示中国大陆在中东取得重大进展 甚至进一步深化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记得林涵综合报导